雨格若场上蓝特和布克方张子 布克对蓝特说 你没来之前我们就打进阪赛了 蓝特心态会不会暴躁 会再次申请消息吗 这倒是有可能出现 因为你要了解啊 太阳队目前对内这个环境呢 其实也是挺纷繁复杂的 克里斯保罗呢 他平时好像说是啥呢 也这个不争不抢啊 动辄讲话这块 一般来讲也先谈团队 那但是呢 往往千功未窜死吧 一旦说眼瞅的皇冠在计了 那我距离这个黄金宝座近在咫尺了 伸手就都拿着了 这会儿自己的本性啊 面目立马就暴露了 这时刻里斯保罗啊 这时候打到总决赛了 关键时刻了 不讲团队了 处处都是自我啊 对不对 以往那会儿呢 他向来强调什么 向来强调 单思不成县 孤木不成林 我们得种子成城 一旦到总决赛呢 人家问他种子成城呢 他讲人不为己 天主地面 人为柴死 鸟为死亡 动了就跟你讲这套课了 所以这保罗也是 他这个言语啊 也是非常灵活 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 其实保罗 尤其露出真名面目 冲着你讲这种话呀 那么你呢 那就只能接受 现在这保罗呀 他已经是跟平时 常规才阶段的不一样了 而这坎德兰特呢 同样呢 他之前那会儿 就拿过两个总线梅皮嘛 在勇士队内 也是因此受到了很多球迷啊 当时那会儿 对于很多奖项的定义 尚不清晰 所以很多球迷啊 被蒙在鼓里 认为多兰特 甚至是勇士队老大 多兰特也是心知都明 了解这个奖项 多少其实在球迷群体当中 掀起舆论 还是有作用的 所以你要是打到准备赛 多连都能不抢吗 很有可能还抢呢 比如说总决赛了 打到季球赛期间 就要尽可能展现自己 这样一来呢 能够夯使外界球迷 对于太阳队到底谁是领军人的 这样一种这个 通常的印象 那个东伯克呢 能眼瞅着干巴巴跟着看着吗 也不可能啊 东伯克届时 肯定会 要及时制止的 伊斯克里斯保罗 但凡我多少看到 你有一点苗头的话 我绝对不能像当年那般软弱 不能像当年那般潜让 你要是看出来 想跟我争 什么烂七八糟 争那奖项 你失省作祟的话 当时那会对是严厉恨子 如果是卡文杜兰特这么讲呢 那就是 格林共事吗 拿着个对待吧 你在太阳不一样吗 你也是个外来的 我们花钱买来的 就是为我们服务就完了 服务完了之后呢 我们该给的钱给钱 你就走就完了 就这么简单 我们的关系 不要谈感情 没有感情 就是简单的交易 是不是这样 在他在德文布克眼中啊 所以布克届时 也是可以跟这个 杜兰特这么讲 在你来之前 我们就是 总教赛球队了 我们跟你之间 就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 你为我们做服务 服务之后你走 我们跟你不谈感情 你就刚好 你的本职工作完了 不要有非分之想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